美国针对中国建立了隐身轰炸机网是怎么回事 对中国将有怎样的影响 对此 中国将作何应对 近年来 中国空军得到了飞速发展 而且随着中国空军实力的壮大 这就使得中国不断缩小于美国的差距 面对中国的强劲挑战 这也使得美国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此前 关于中国隐身轰炸机的消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但是却一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物 现在也都还有其身影 相较于中国的隐身轰炸机 美国的B-21轰炸机却在不断地发展 此前有消息传出 据美国空军部长肯达尔表示 由于美军下一代战略轰炸机B-21的造价高昂 为增加该计划的效益 不除了机体本身提供的航程与筹载之外 美国空军还希望为B-21增添更多能力 将为该型机配备无人辽机 包括能与其共同运作的无人战机 此外 肯达尔还强调 这并非仅具备实验性质的技术展示计划 而是有意纳入正式量产的新武器系统 而且也不是说要无人机随时陪在B-21身边 因为相关战术仍有大量需要讨论的地方 但美国空军正在评估如何将上述两款飞机 整合进同一作战网络中 并让B-21飞行员能够进行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美空军官方的消息 当前有6架B-21隐形战略轰炸机正在制造中 2022年内肯定会进行飞行测试 B-21将作为B-2的后继型号 被美国空军大量采购 由于B-21被美国空军视为 威慑中国的主要战略空军打击力量 所以此消息一出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甚至美媒对此还专门发表文章 说美国可以借助B-21 利用其先进的隐身能力 突破中国庞大的国土空空网 为中国的内陆纵深重要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从而影响战争进程 据专业人士分析 美媒之所以会这样说 是由于此前美军对中国采取的 以航母打击群为首的策略完全失效了 因为近年来 中国针对美国航母建立的区域反介入战略 已经得到两全完善 并且在反舰弹道武器的研制上取得了飞速发展 这就使得中国对于美国航母有了绝对打击力量 借着中国在火箭军导弹和空军强大优势助力下 使得中国对于美国航母有了绝对优势 从而不敢再借着航母对中国进行挑衅 使得中国完全突破了美军第一第二岛链的封锁 以此逼迫美国航母打击群不得不退守到 中国东风反舰弹道导弹的有效射程之外 随着中国在这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 这就使得美国想要通过加油机加油的方式 来远程投送舰载航空兵的计划破灭 从而使得其作战效能大大降低 因此据专业人士指出 美国针对中国的主要打击力量还得靠战略轰炸机部队 关于美国的战略轰炸部队 美媒就对其进行大肆宣扬 说针对中国美国空军可以借助战略轰炸机 如B-1B、B-52H搭载远程防空区外导弹 在距离中国防空系统的覆盖范围之外的地方 一次性发射数百发导弹 对中国沿海边境地区的战略战术目标 进行大范围多批次的远程打击 采取大规模空中远程打击的手段 削弱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 此外 作为隐形战略轰炸机的B-2和B-21 可以直接在美军侦察卫星、预警机、 隐形无人侦察机的多方面协助之下 潜入中国的内陆地区 对中国重要的战略目标进行精确穿透式打击 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破坏 值得一提的是 有分析人士指出 现阶段B-2轰炸机美空军就已经拥有了20架 还有未来B-21轰炸机将量产145架 这100多架隐形轰炸机对中国的潜在威胁 甚至超过了美军其他军种的作战兵力 这也将会给中国空军带来巨大的破坏 因为中国的常规战斗机或者隐形战斗机 对于美国隐形轰炸机的拦截效果较差 这就使得难以将其进行捕捉 如果要对中国内陆进行战略轰炸 那么中国将会很难进行抵抗 美国在这一形势下占据了的优势 此外 由于美军的引轰 则可以携带打击距离在2400千米以上的防区外武器 这对比之下似乎美国更具有优势 此外 据美媒报道 美国从迪戈加西亚 夏威夷等基地起飞的隐身轰炸机 在大型加油机协助下 西边可以从西藏地区潜入中国内陆纵深 执行打击任务 东边的隐身轰炸机可以在日本海上空 接受加油机空中加油后 从黄海潜入到渤海地区 整个北京都将处于美国空军隐形轰炸机的打击范围内 这使美国隐身战略轰炸机将能有效地覆盖中国全境 但是对于美媒的猜想 很多人都表示不相信 因为美军隐身战略轰炸机虽然性能强劲 对常规地面防空网的穿透性确实很强 但是美媒的说法却是太过于浮夸 从美国飞到北京就更是离谱了 因为位于渤海两边的山东省和辽宁省都装有反隐形雷达 就能够轻易侦查覆盖周边海域 美军隐形轰炸机想完美穿透中国国土防空网 那可能是异象天开 完全是得不偿失 此外 中国还可以借助歼16对美军的近距离加油机进行打击 我们都知道 中国歼16是中国沈阳飞机公司在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的四代半双作双发多用途战斗机 此外 歼16装备中国产的涡扇10太航发动机和主动电子扫描相控者雷达 可同时识别攻击多个目标 具备远距离超视距空战能力和强大的对地对海打击能力 歼16的最大载弹量为12吨 可以发射霹雷10、霹雷15空对空导弹 英机83、英机91、空地88等空对地导弹 因此 其性能与美国最新的F15EX多用途战斗机相当 因此 借着歼16配备的400千米超远程拦截弹 加上歼16具备的大航程就可以极易暴露目标的美军加油机 在距离国土防空网还很远的距离上给击落 使得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少了加油机的保障 就无法再深入中国国土进行轰炸 从而导致美国整个穿透打击链条断裂 不能够继续执行打击任务 中国就可以趁机派出战机将其一一歼灭 从而可以起到维护国土安全的目的 现如今 中国已经完全突破美军第一第二岛链 使得中国完全不惧怕美国战略轰炸机的威胁 无论美国的轰炸机从哪里出发 中国的东风系列导弹都一直准备待命 如果中国的战略轰炸机在中国导弹范围内 那么中国将会毫不客气地将其击落 以此来减小对自己的威胁 使得美国对中国建立的隐轰打击网完全被破坏 因此中国可以以意代劳应对美国的威胁 并给美国最强势的回应 对于中国来说 美军构建的轰炸网虽然会有压力 但是完全不必惧怕 只需要从容应对并予以强势回应 这就是最好的回机